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你能负担得起吗 明星杨坤也遇到这件事情 粉丝不听劝的堵门 在家门口徘徊 甚至在家门口打地铺 不仅影响了杨坤的正常生活 还影响到了街边邻居的正常休息 有些粉丝还做出撬索行为 告知要打电话报警都不行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三个月 这件事情后杨坤吓得都不敢回家 牛浩然被无奇 异样千禧被吓哭 李宗盛差点失明 这些都是惨遭私生犯陷害的明星 影响明星的声誉 正常的生活 以及生命安全 其实很多明星就说过私生犯并不是粉丝 因为真正的粉丝是很关心自己的偶像的 他们也很听偶像的话 和自己的偶像保持距离 以自己的偶像为榜样 这才是粉丝真正需要做的事情 粉丝喜欢自己的偶像 肯定是因为偶像有一些吸引他的地方 或者说一些他崇拜的地方 那么粉丝过度的进入偶像的生活 只会给偶像带来麻烦 有一个叫adg老师 吃小笼包战畜怎么的网友 也是这样讲道 私生本来就不是粉丝 真正的粉丝只会关注他的作品 而不会打扰他的生活 希望大家理智追星 一幕久的网友坚决抵制私生 私生就是私生 请不要狡辩 私生根本就不是粉丝 打着所谓爱的旗号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压根不会考虑他的感受 他是演员 请关注他的作品 而不是生活 不要逼得他连正常上班都做不到 朱一龙也讲过 自己粉丝这样支持自己就可以了 我希望别的剧播的时候 你们去看别人的剧 我的剧播的时候 你们能回来看就好了 他的要求不高 只需要大家多多支持自己的作品 谢谢大家